行政院提出约聘人员人事条例草案 未来公务人力将整并成经过国家考试的公务员以及约聘人员 如果约聘人员符合相关资格 禁用满三年后有机会成为准公务员 引起了学者和在野党的批评 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口译歌 不过人事行政总处强调 国考的公务人员制度依旧是主轴 约聘人员并不会成为公务员 也不会破坏当前文官考试制度 口译歌赵宇祥以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身份 外派担任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遭批评 现在行政院提出约聘人员人事条例草案 外界担心透过国考任用的公务人员越来越少 聘约人员越来越多 未来政治体系中有越来越多口译歌 进来以后然后过了一阵子 可以就是漂白然后占个缺 这次的做法是养小鬼的做法 现在很多年轻人你要进去兼军 学者提出担忧 认为政府主要用意是培养亲信 立委也有一件 是不是仇佣要仇好仇满 而且这绝对会破坏我国的文官体制 执政当局只要认为自己喜欢的人 就可以任意的提拔 需要满四年以上 能力不好就要被逮换 避免沦为政治仇佣 看草案内容 依职责和资格分一到五等 五等要有博士学位 得从事相关职务至少八年 而三到五等 禁用满三年后 就能担任或兼任 研究实验专业科技等职务 政府机构也能留住人才 强调聘约人员受政府用人管控 不会有用人腐烂的状况 他身份还是聘约人员 他不会变成公务人员职等 不会的 不会转成公务人员 他薪水还是用聘约人员 像外交或者一般行政机关 他们很多这种公权历史 解释目的是要约聘雇人员法制化 不会影响正常公务人员升迁 只是消息一出 恐怕先让公务员心惊惊 记得陈勇林凯军他被报道